我發現公民以後,我發現我的身體一直在改善 第一年我還看了兩三次醫生 從第二年開始到現在十八年,我沒有再看醫生 健保他 以前他是蓋髒的 那我的愛卡是半年就用到愛卡 因為我就是一個禮拜可能我會看不同科 飯前到外面吃胃藥 然後飯後就是吃鼻子或是過敏性的藥 那中間隔幾個小時再吃 所以我在看西醫的時候,我一個禮拜就可能看好幾個 因為我那時候有吃西藥還有中藥 那後來我就來這裡練功 然後練功以後,我發現我的身體一直在改善 那大概第一年就開始在改善 第一年我還看了兩三次醫生 從第二年開始到現在十八年 我沒有再看醫生 我有看醫生的就是檢查身體而已 然後我的免疫力就越來越好 我在上班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我的脖子非常痠 然後這個肩膀很硬 那我就想說是不是我太勞累了 我就跑去按摩 結果按了 按的時候很痛 因為很硬 後來我練功練練 突然有一天 好了 然後這個現象就不見了 那那個脖子痠痛跟肩膀痠痛 這個問題就從來就沒有再發生 我那個過敏性的問題 過敏以後就變極性鼻炎 然後就蠻性鼻炎 然後再來就是鼻鬥炎 醫生跟我講說 吃一個月的藥都不要停 那我就聽他的話一直吃 一個月以後去回診 那醫生跟我講說 奇怪你怎麼到現在還沒好 所以他就說那你來開刀 那我就不想開刀 然後我就是在這裡一直靠練功 然後我就再把它練回去 從鼻鬥炎 慢性鼻炎 急性鼻炎 過敏 現在鼻過敏還要輕 失眠 睡眠不好 這個我也有 我還有去吃安眠藥 真的睡得很好 但是你會依賴 那你吃一段時間以後 本來是吃半顆你就要吃一顆 那你在越吃越重的時候 醫生又要給你換掉 所以我來這裡練功 我就把這個安眠藥就戒掉了 運動跟氣功確實不一樣 我以前是運動量很大 我是每天跑五千公尺 那我跑一跑以後 我的膝蓋就壞掉了 我先去看西股科 然後醫生就跟我講說 他說你這個膝蓋不會好 但是你不要跑步就不會發作 國術館去看了之後 他就說 你這個 這個十字韌帶有可能壞掉 我跟你講 我幫你要貼一貼 那個 放筋肉放膽 看會不會好 如果不會好就沒辦法 也是以後少運動就好 後來我就是來這裡練功 我以前沒辦法這樣站 我這樣站的時候 我力量到這裡的時候 我這個膝蓋就會痛 所以我要怎麼站 我要把重心移到這邊 然後這一腳放鬆 這樣練 所以我就這樣練練練 練到後來慢慢 兩個腳支撐平均 我現在還可以跑步 還可以這樣跑 這樣我已經很滿意了 我本來想說 我可能五六十歲就要拿懷脹 就這樣練 這些跟大家分享